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競技場大師賽第七屆 這場我們文明是馬力對上波蘭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子方 子方是馬力人 馬力人特性八金礦速度非常快速 現在不管是競技場或是阿拉伯 都是非常強勢的文明 打紅金兵種是他的最佳選擇 因為挖金效率實在太好 而且持續性又長 馬力人工兵只能到城堡時代 奴兵的話是堪用堪用的 到了帝王時代的話 如果還是要針對步兵的情況 需要用到飛刀努力的手 本身打騎士路線是非常強悍的 帝王時代有這個彪悍精神 可以讓他騎兵攻擊力加5 到了後期輕騎兵跟落頭 攻擊力都高達14攻 馬力人的話算是一個偏後期文明 但他在阿拉伯來說也不會太弱 競技場的表現也算是中規中矩 也是A級以上的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 感覺上他的戰術在競技場來說 是比較偏多一點點的 那同時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欸我突然發現 波蘭人是MBL 哇這個時候好久不見的MBL 那MBL在圍城大師賽 不是圍城 競技場大師賽也是非常厲害 畢竟他阿拉伯都已經拿到前四強 那我想競技場他應該也不會太弱 至少前八強應該也是沒問題 好那我們繼續講波蘭 波蘭在競技場 為什麼特殊比較強的原因是因為 波蘭人本身是可以打全人的文明 步兵騎兵工兵 基本上都能打 也有母子環 而且波蘭人的挖石頭可以獲得黃金 這意味著他挖石頭不會這麼傷經濟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塔公拱戰術 那塔公拱戰術的話是利用村民去插劍塔 然後去破石牆的方式 然後後面再蓋射箭場駐進這個箭塔 然後讓這個箭塔增加箭矢數量 藉此這樣推進敵人的金礦處或是支援處 在競技場來說是一個蠻強勢的一個潛壓 而且讓對手打直層的玩家很容易被打殘 甚至很容易黑跳城跳失敗 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但是也要怕遇到這種很會守的玩家 如果遇到這種很會守的話 可能這個戰術就會失敗 這個戰術一失敗的話很容易生死帶就會輸對手 所以導致自己經濟就會變得很慘 所以這個塔公拱戰術有點算是放大招的感覺 不成功變成忍的感覺 那破爛的話我們再來講他其他特色 這個大裝有有沒有看到這個範圍 然後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只要撒農田的話立即採收8%的食物 這個農田一蓋好8%的食物就直接送給你 所以破爛人的食物或取量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還是最快的 就算沒有也是我心目中最快的 那破爛人的話他的打法也算是偏多項面的 後期還有這個擴散落馬可以打 而且就算不打落馬 城堡是大概打這個貴族特權 騎士只要30塊黃金也是相當省 所以破爛人還是比較偏向騎兵系 但是步兵系也可以打他的寶兵 戰錘兵 也有槍弩可以使用還有大衝車 所以破爛人算是非常全面性的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地圖 地圖的話金框在前方 石頭在左邊 石料在中間 左邊也是 那我們稍微說一下近況齁 最近我真的是做這個開頭的動畫 還有這個片尾 花了一點時間齁 你們看那個前面的文明介紹 光一部都要做30分鐘以上 甚至幾個小時 因為我其實知道我需要自己去查證齁 或是收集齁 然後再把文字校正齁 然後再上特效那些的齁 其實花了非常多時間 那最近還在做更改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文明介紹 也不是最終版齁 那最近呢 6月22號 牧場物語新作也要發售了 跟各位預告一下 我們頻道會出一個 世紀帝國以外的節目齁 就是牧場物語系列啦 那我個人也是很喜歡玩這種 農村生活的遊戲齁 所以世紀帝國我也很喜歡 看起來就有很多農村味 而且又是中世紀 那我覺得牧場物語齁 也算是類似世紀帝國齁 雖然沒有戰爭的部分 但是農的部分齁 是相對類似的 好 那我們就回到比賽了 那我們這邊看到 波蘭這邊是26P 準備要來點城堡扇 但是這邊是有點落後的 反正是瑪麗人這邊齁 上的速度非常快 已經點下了城堡扇 他是24P上的 24P加2 所以26存 那波蘭這邊是有挖石頭的關係齁 所以會到27或28P齁 然後3到4個人挖石頭 然後再點城堡時代 那這個打法的優點就是 一上城堡時代 就可以立即蓋下城堡 這個戰術我之前的教學影片齁 有教大家這個打法 那個是西班牙直層打法 那我有說過 你的這個打法在阿拉伯 一定要把自己維持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打這個戰術 單挑來說我也不太建議打 那比較適合打團戰的時候 你需要打這個飛鏢騎兵 或是西班牙征服者 保兵相當有優勢的單位時候 才能打這個戰術 那MBL打這個戰術 可能只是想要前壓對方的前面支援 可能是想要直接控他石頭 或是控到黃金處 所以才會選擇這樣的打法 那這樣的打法有個優點 就是他一出去 可以直接插爆對手 然後直接幹對手黃金 或是幹對手的生物 都是有機會的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你城堡時代初期 現在有沒有看到這些刺猴 你這邊要打得贏 你才有可能把城堡蓋起來 不然就是你要按非常多的槍兵 去做一個潛壓動作 你這個城堡才有插下去的價值 不然你沒有兵的話 你穿迷光走出去幹 很容易被對方刺猴抓個陣子 或是騎士 然後直接被打爆 很有可能就直接GG私密打 所以大家不要看 波蘭現在MBL這樣子打 大家都覺得可以模仿 這個模仿之前 要先注意他的細節到底有什麼 MBL這邊是打了五隻肉馬 開始按槍兵了有沒有 槍兵要一直按 然後還要加上自己的輕騎兵 輕騎兵的主要功能是 或是賀制對方輕騎兵之外 也可以針對老頭 那槍兵的意義呢 是防止對方有駱駝啊 或是騎士 之類的單位 過來直接兵種打擊 MBL這樣打法是非常明智的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也下一個修道院 待會城堡 可以插外面或是插 插這個位置 或是插對方的家裡 都可以 那我覺得他都這麼晚上城堡時代了 不太可能 這麼晚上城堡時代 然後又挖石頭 然後城堡又插家裡 這就顯得有點被動防守了 我覺得他可以 多一點 就是不開TC 然後直接潛壓革住手牌 然後打個連環寶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操作 哪裡人這邊 兩隻生魚 只撿了一個生物回家 然後兩隻生魚在圍牆裡面 射射發抖 不敢出門 到處都有輕騎兵在亂跑 目前看起來是MBL的輕騎兵數量是有明顯壓制住 而且有兩隻槍兵 開始帶追逐了 這個就是競技場前期的一個小小細節 那你們看這裡就很明顯 對方已經3TC開農了 但是MBL這裡是單TC 那你單TC不開農又挖石頭 經濟有夠傷 傷爆之外 那城堡也沒辦法插出去 就會很不好過了 就我們來看一下 MBL這邊會怎麼打 MBL這邊輕騎兵 稍微追逐一下 用二倍數看一下 原來競技場的前期 算是比較枯燥的 兩邊就是跑來跑去擬隆穩 但是這邊有個細腳 MBL拉了非常多村民走出來 大概也沒多少 六隻而已 結果真的還是要往前印插城堡 但是他這邊打得比較保險 他並沒有直接印出 然後去印蓋 而是出了非常多兵之外 同時還出了一條 還針對老頭 直接砸掉一隻老頭 第二隻能砸掉嗎 可以 那對手瑪麗龍 看到MBL這一波操作 應該覺得 哇靠 居然MBL不是打農的 他是來打一個城堡強推戰術 那這時候瑪麗龍的心理 一定會心如 膠頭爛耳 心如極粉 成語師這樣講 有時候會被這個 中文跟日文的這個 慣用語跟成語搞混 所以有時候會忘記 中文的成語到底是怎麼用的 有點真的忘記太多 好 我們回到遊戲裡 那瑪麗龍呢 這邊是拿兩個聖物 MBL這邊聖物也是撿得蠻多的 大概一個 兩個 兩個沒有問題 第三個 應該 第三個在哪裡 第三個他有撿到嗎 看來第三個也是在瑪麗家裡 奇怪怎麼少了一個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好 沒關係 生物一樣兩個兩個 那目前看到MBL 這邊是打了雙TC 城堡蓋完之後 馬上就是拆城門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個打法 先把這個對方的生物打噴出來 然後有機會用這根城堡 去把對方的生物給奪回 這個是一個進進場的小小的技巧 但你要用這張打死人 其實是有點困難 因為對方已經是3TC開榮的狀況下 通常你已經把門打破 然後打到他生物的時候 然後你要再突破第二層 這個防線的時候 對方都已經上到帝王時代了 那通常對方有帝王時代的時候 也有一棟城堡 那這棟城堡出來之後 又可以用巨頭反推你的城堡 而且你的城堡這時候 也是很難上到帝王時代的 所以我覺得MBL這邊 雙TC也不能農太久 可能就直接雙TC上 然後不能蓋第三個TC 會比較好 那這邊是把第三個TC蓋在前線 那這個第三個TC蓋前線 應該是要多挖石頭 來爭取時間 甚至蓋第二棟城堡 繼續升推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甚至讓對方斷死 那確實 瑪莉現在已經斷死了 但是他這邊 包房金有這個加成 所以他待會應該還是可以用買賣的 買出一棟城堡出來 MBL這邊也點下地獄師蛋 果不其他MBL也沒有盡情的農 他這邊很高速的 把所有的資源轉成農田 他肉類或許讓非常快速 明顯看起來 瑪莉人身上地獄師蛋 是比較好的 但是沒有城堡 大家會還是要花非常多的資源 去買一棟城堡 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MBL這邊趕快掌握機會 把這個生物直接拖回家 原來還有一個生物在這裡 難怪我想說怎麼少了一個生物 這個瑪莉人早就在裡面 囤了一些 囤了一個生女 那這生物沒有放在前線 他知道這個肯定會被打掉 MBL這邊是決定要來轉出奧奇 好不其戰錘兵開始再出了 瑪莉人這邊則是轉出了駱駝 那剛好有點落入MBL的陷阱了嗎 這邊想再偷一村 沒有砸死 那奧不其的話 打步兵 或是騎兵的話 都有一定的效果 雖然沒有到特別痛 但是他可以沒打下可以破防 而且他這個步兵血量非常多 甚至比圍巾狂戰士的血量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 波蘭人真的是全方面的文明 雖然傷害不高 但夠坦 坦克步兵 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要砸一下 好 那地龍史丹也好 瑪莉人這邊沒有買城堡 反而是選擇了大爆兵的模式 直接出了四個射箭場 然後搭配了馬舅 出洛琢 並沒有出巨型投司機 那這樣讓MBL的壓力就會很小 這邊可以待會再嘗試 再深入插一棟城堡 繼續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我覺得MBL這邊打得非常好 雖然村民術有落後 但是他也不忘了給對方更大的軍事壓力 這個兵也沒有掃出 最近觀眾很多人都想要看MBL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很想看MBL 但最近真的是沒MBL的比賽 但是這個大師 大師競技場賽呢 沒想到官方給我這個代碼 可以讓我回去觀看以前的比賽 因為最近的羅馬歸來DLC 造成這個很多BUG 所以變成官方在修BUG一直更新 只要他們每一更新 過往的比賽 我們就沒辦法用新版的版本來看 所以一定要透過一些手段 才可以看到過往的比賽 那還好官方有同意讓我去播這個比賽 也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這個頻道有做大 才能讓官方能注意到我們這個頻道 才有機會去播過往的這些改版的以前的影片 不然這個又要變成歷史 所以大家如果去下載的話 是沒辦法用現在的版本來看這場比賽 那我們來看看清奇兵這邊的操作 這邊上去硬尻 這邊換得不錯 這台頭是換掉了 第二台可能打不掉 但沒有關係 先逼得回來 應該MBL這邊也沒有白白把這個馬給送掉 如果是我就想要硬A去硬送 可能硬送的結果就是清奇 這個青頭可能是受不掉的 所以我覺得發現高城們 都會有這種保留實力的一個能力 就是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該上了 什麼時候不該上了 他們其實還是有一定的認知在的 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這麼簡單的 因為我們都是上帝視角 所以有時候看到一些 直接選手失誤的時候都會覺得會放大檢視 他怎麼會這樣失誤啊 事實上他已經做得很好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像我們這麼多 有這麼多的資訊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失誤出現的 畢竟人非聖賢犯錯難免 大家也可以盡量用一個比較娛樂 輕鬆的態度去看比賽 不要把這個太多情秀 帶到比賽上面會比較好 看比賽會比較輕鬆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MBL這邊要轉出什麼樣對應呢 這邊是選擇下的印刷技術 要來打森呂戰了 這邊森呂招翔射程 直接變成12 招對方的火炮火槍都是很有效果 真是駱駝 但這邊出勝率最主要是要來招火炮 你看這兩台火炮直接被招走 非常虧 瑪莉身邊瞬間變成劣勢 不好意思忘記講 這個瑪莉也有火槍 跟飛刀女獵手可以用 但我覺得飛刀女獵手用起來更舒服一點 而且現在又有改槍 而且他不像火槍病 不能直接硬拆建築物 飛刀女獵手手撕城堡TC 傷害是非常快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火槍再吐往前 MBL這邊不是要去進攻 而是要這邊去試探敵方的軍情 看看對方到底有多少兵 還要加以對應 這邊我們剛好說到 破爛人不管是打工兵步兵騎兵都很有優勢 而且他看到這邊這麼多火槍兵的話 第一個想法應該會出戰毛兵或是強武之類的去反制 這邊出步兵或騎兵來說都會有點小虧 除非出都到大洛馬 出到大洛馬就沒什麼好話講 但現在這個情況出大洛馬的話也要需要大量資源 而且還要點下金冠技術 這個列克提克遺產 還有這個三級弓啊 大洛馬升級 都需要非常多黃金跟肉量的 這個通常要跑到130吋以上的時候 這個肉量夠多才可以一直產這個大洛馬用 所以MBL這邊的策略還比較算是正常一點 直接轉出可以馬上應對的兵種強奴 武秘路線配火槍 那瑪麗這邊打的就會有點痛苦了 因為這兩根城堡收不掉 他就沒辦法順利的往前走 就沒辦法去外面空土了 你看像MBL這邊空土了 黃金量可以吃爽爽 那他加外面的石頭跟黃金也是瘋狂亂挖 加裡面這個石頭也沒辦法挖起來 導致他這根城堡花了非常多資源買的 但是有城堡之後有巨型投石機 就可以稍微去克制一下城堡了 因為MBL出生旅的關係 導致火炮不能爽爽爽推這個城堡 所以這個射程很容易被著想掉 但巨型投石機的話就沒這個問題了 他一定要靠近巨型投石機 才可以做著想的動作 所以MBL這邊的打法算是應對的非常的得體 那瑪麗人這邊上面偷偷開出了TC 挖上方的資源 還好MBL沒有直接把對方置於死地 沒有在這邊再蓋下一棟城堡 如果這邊再蓋一棟城堡的話 這時候可能就真的要繼續了 但是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可能MBL並不知道他這邊已經開始在開挖了 那強弩直接補一下 待會強弩攻擊全滿了 6加4化學全部都滿了 只剩防禦也只有2防 其實升不升無所謂 最近你被火槍射也是17滴 升1防變成16滴而已 升2防是15滴 怎麼射人家也是3發也是可以射死你的 不過升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畢竟如果失誤吃到TC傷害的時候沒那麼痛 畢竟TC傷害就只有這麼少量的攻擊力而已 這邊慢慢拆了進去 MBL這邊去點下升旅的科技 神拳正治 繼續要來讓這個升旅的效果變得更好 兩隻升旅都想死只需要一個人 進行休息 但是進入城堡的設成範圍內 這裡再走一步 有點危險 馬力人這邊點下三級馬防 跟彪悍精神還有二級攻 想要讓自己的馬舊科技 全部提到最滿 這邊七級騎兵 哇傷害來到7加6 13攻 待會二級攻再好 14攻 的一個清騎兵就要出來了 這個14攻根本 跟一般的文明比 就是免費的 重裝騎士的傷害 這邊再砸一發 但是自己的四級掉了 還有TC 火箱要正面硬扛嗎 但是有火炮 火炮這邊反制火箱也是很好用 看到火炮走出來 這邊第一時間要招翔 火炮直接招了舞台 來看一下這邊慢動作 能不能招到呢 這邊慢動作要來看一下 這邊招的手速非常快速 一台 直接招火槍兵 突然不招了 正面騎兵直接出來 正面速度再放一下 射女繼續往前走 想要招火炮 但這邊三位直接互打 但隨兵直接上前印象傷害 強弩直接往後 開始做一個拉扯 但對方都只有清騎兵的關係 所以部隊很快的就被打掉了 哇 正面的清騎兵直接潰不成軍 但自己的奧布奇戰犬兵也是送光了 但是後方對方火炮數量太多 還是要做一個拉扯比較好 後面還是要靠著生旅 去做招翔動作 這邊再射一下 後面血量能拉得起來嗎 看起來是有點極限 清騎兵想要抓掉老頭 哇 這個兩刀十一隻勝率 傷害非常巨大 這裡只有瑪麗的清騎兵人做到 兩刀一隻老頭 一般的人 一般文明都是要三刀的 因為畢竟有這個神聖思想 要做到兩刀是不容易的 好 NBL這邊正面打得不錯 扛住第一波的交戰 那瑪麗人這邊黃金可能待會就要見底了 這個黃金已經挖完 左邊黃金也是 只能靠右邊的黃金過最後的生活了 這裡黃金挖完他就要正式斷金了 這邊可能還是要多灑一點農鐵 把這個木頭換成大量農鐵 然後去轉出更多清騎兵 去正面硬坑會比較好 那NBL這邊就是慢慢消耗對手 然後轉出自己的大洛馬 去做一個後期應對也是可以的 大家現在空了這麼多黃金 其實也不用轉大洛馬 直接繼續用黃金兵壓對手 搭蟲車 撲兵 奧布奇 戰錘兵 強奴 不需射 這邊奧布奇坦度十分十準 你看這個坦很久 那這邊直接蓋了四棟城堡 這什麼鬼 連環寶四棟 資源多成這種地步 清晰兵想後面抓生侶 生侶沒辦法抓掉 後面城堡繼續守住 這一棟城堡可能蓋不起來 會直接爆 沒有低調 這邊低調沒辦法回收多少資源 選擇不低 繼續蓋 好 瑪麗這邊直接被全境封鎖 但是也是第一時間立即反制了蓋城堡的動機 三海巨頭順利拆掉了一座 左邊火炮也拆掉了一座 還有兩座該怎麼拆呢 這邊想要硬拆 但是下方的城堡 好 森林直接招翔掉兩台火炮 哇 瑪麗這邊虧爆 火炮直接掃了兩門 然後招完之後 再把森林放到城堡裡面 繼續修集 然後這邊產出更多的奧不齊跟強奴 繼續潛牙 黃金全餐 讓MBL打出了非常大的優勢 對手打出了拒絕 哇 真的就是MBL 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很久沒有播放到這種高手比賽 讓我非常雀躍不已 然後最近終於把這些片頭跟片尾都做好 所以做片的壓力就沒那麼大 播放起來也會比較開心一點 而且MBL還是玩我最愛的波蘭人 波蘭人打得真的是漂亮 那個石頭也是各種挖爆 他沒有點圍牆技術是怪怪的 血量有點偏少 但我覺得他森林打的是著實漂亮 這個森林直接反之火炮 瑪麗確實一瞬時間 不知道該怎麼打 而且他這邊挖石頭越挖越多 黃金也是越噴越多 所以我覺得波蘭人這個文明 真的是蠻適合大家去玩一下 可以去買一下支持一下四季帝國 我覺得是不錯的一個文明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部分的話 是由MBL這邊拿下三種資源的勝利 而且應該是石頭 產量非常的多 而且黃金還沒有輸 只有木頭少輸了一點 由於瑪麗這邊沒有太多空地 可以去灑田 所以大部分都是伐木工 你看這邊被塞的滿滿都是 慢慢都被塞好塞滿了 塞滿這個建築物 不是那個 都是大家想的那個 所以這個瑪麗人 沒辦法轉出這麼多農田 沒辦法用他的彪悍精神 轉出大量落馬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空地 經濟地場來說空地也是蠻重要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